日本中央政府决定把福岛县30公里范围内11个市重新进行分类 这些原本被指定为禁止进入区的市 在新的分类中将根据放射性大小被分为三类 一、准备解除疏散令地区 二、限制居住地区 三、难以回归地区 有两个禁止进入市的禁令 在2012年4月1日被解除 居民可以返回家园 福岛核电站30公里半径之外 有几个地方辐射剂量超过20V西沃特 日本中央政府已建议在岛厅市 南向马市和川内村疏散几百户居民 自2011年3月11日 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 辐射剂量已逐渐减少 截至2012年4月5日 辐射剂量在所有的测量点 以达到稳定状态 本报告来自日本核能工业论坛 预看更详细报告 请访问3w.nuclearplanjournal.com